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謝謝東西 吃甚麼… 菠蘿油, 洞檸茶小甜 奶油多 餐蛋自菲莎酒奶 有香港人的地方 就有港式茶餐廳 主持潘啟地, 何亨, 彭彭 兩位拍檔 上個禮拜我們說說書展 說了幾個禮拜 從來都未做得到 這個禮拜我亦都不想 講一個已經過了氣這麼久的事情 不過剛剛才跟彭彭說 內地宣佈了不再公佈了 八月開始不再公佈那些青年就業數字 因為不知道甚麼理由 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 不過其實由這個數字去想 就說現在的年輕人找事做 在內地、香港都是一樣的 不過香港有一道好 如果你肯入政府 政府就求財若渴 你讀三年級都已經可以申請定 甚至聘請你 最重要是你加入政府 我其實想說 不是說書展 我是想說 兩位我不知道你們讀甚麼 尤其是彭彭 你可能是讀法律 何亨,你可能是傳媒 但是我看到 就是早個月書展的時候 我看到一篇文章 我就覺得有些好笑 也是有些擔心 現在的所謂文史哲 大學裡面招生的 那些文史哲的科目 就是文學、歷史和哲學的科目 沒有人讀 那這個現象 就由台灣好 去到我想內地都開始是這樣的 香港也是 就是文史哲 一向都沒有人讀 但是曾經的傳媒 或者是新聞 那些都很多人讀 但是現在沒有人讀 搞到一些大專 尤其是私立那些 就在修生那方面 就很頭赤 有些甚至說 只有小貓幾隻申請 就是報名而已 不知道開不開整個課程 那最麻煩的就是 讀中文的人 就越來越少了 所以不開中文系 本來譬如就算香港大學也好 本來中文系很厲害 因為很多老師粟語 就是南下的 在四五十年代來的 那些名人雅士 歷史學家 真是 星光熠熠的 現在搞到沒什麼人讀 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是 無論是台灣好 內地好 外文系就一定有 中文系可以未必有 最先收檔的就是歷史系 讀歷史的人 香港大學歷史系都沒有了 連那個系都沒有了 只是進了文學院的其中一科而已 那現在搞到中文會不會是這樣呢 那外文是好一點 外文系就大學基本上一定要有的 不過外文就不只是英文 說了那麼多 東西就說 現在你讀中文 看中文書 還有沒有人 有沒有前途呢 你們聽了這些東西 就是失業那些年青人 是不是讀這些民事節的 一遇到那個經濟衰退的時候 民事節就更加沒有人去讀呢 就是要請你們兩位發表一下意見 不是 我覺得呢 就是讀一 Tick BF4 我覺得都看那個大世界 首先世界的影響很大 第二樣東西就是 另外一個小世界就是家 就是家庭的成員父母 就是究竟他們 就是去怎樣培育 那些子女呢 他們都道向性 例如我這一邊 挺好的例子 全部那些名校校府 都在這一邊 是的 又說說歷史 是不是有沒有人去取 又真的沒有什麼 這邊都沒有 這邊的主導性是很簡單 這邊的父母 我的朋友如是 全部的子女都取 全都是HIGH TECH 科技 IT 我現在十個家庭裏面 超過 都創新高了 我剛剛過來就一半 現在都應該七成 就是那些子女現在在讀的 在哪裡讀IT 又說是打算讀IT 有些讀完考完 去了Google 就是那些 去一些叫龍頭的企業那裡開工 那是家庭主導多 就是跟我們以前的選擇多不同 就是以前我們是自由派一點 其實爸爸媽媽都管不了你這麼多 你踢哪一波 兒子你有學習了嗎 你上到大學來吧 自己來吧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 我這邊的感受 香港我真的不知道 這一段時間 這樣 所以 都排得實際一點點 譬如我 剛剛去到多仁多 見到D100那些年輕一輩的同事 那D100離開了之後 原來去到港大 又剔了做讀社工 然後就拿著一份的專業 過來多仁多 就在那裡嘗試開拓 那都是一些比較 在社會上 很實際的一些科目 我可以形容 是找到食 圍到生的一些科目 所以剛才KD你講的 是不是他們現在有這個時間 這麼充裕 思想上 就是世界上的連結 他們還有沒有這麼多空間 這麼多時間 去消化一些知識 DV我現在看到年輕人 有一個情況 我覺得是 逐一講去講 太多人沒有了 已經不宣佈 這個年輕一代的就業的數據 這個就跟疫情一樣 疫情的時候 我們不統計有多少疫情 疫情就不存在 不統計就沒有了 當然他就說不是的 我們因為 因為這樣 這樣 這樣 這樣和這樣 這樣 大家的觀點不一致 就不統計住了 因為這樣 這樣 這樣 這樣和這樣 這樣 觀點不一致 又有一些統計的難度 那就拿來講的 疫情的時候 因為先染了肺炎 再染這個 很難定奪 不統計 先染了肝炎 再染這個 屎膏組 我又不統計 那叫死了 說髒話 快點奪了 諸如此類的 多餘的 因為實在是就業 這個情況是不容樂觀 而這個就業率這麼低 它影響的 是很廣博的東西 包括你的社會保障基金 就是社保 那些年輕人交錢 那些老家伙才有糧出的 不是從哪裏來呢 等等等等 那為什麼會說到這裡開始呢 就是因為讀書 以前讀書為甚麼呢 最早期的讀書 就是為明理 就是我們說明理 就是我們說明理 最早期就是我講的是 解放之前那些 首先就不是人都讀書的 那讀的都是寫書 可以恢復高考 就是考大學 開始成那些 那幫人 有些已經是 嗯 我不敢說一百年紀 可能是三十多歲 甚至有些年紀再大一點的 四十歲都會再考大學 就是那些人的那個心態 那種信念 再去讀書 那種求學 的那個純粹 那種單純 是 已經不在的了 那到後期再讀書 就開始就進入了 阿Kinnia剛才說的 那種就是 公理時代 我再讀書的時候 我要讀甚麼呢 就會看哪一行業 找工作會容易 所以剛剛再讀書的時候 隨著經濟發展 無論是香港好 內地好 哪裏都好 最早期的 當然是工商管理 金融 特別是銀行好 福利好 有些就讀一些公務型的東西 就是我考公務員會好 在公共服務方面 那直至到現在 阿Kinnia說 為什麼讀社工 他真的喜歡做社工 非呀 做社工移民方面 就是大家認證會好一些 就是現在的讀書 已經讀到 不是為了我的興趣 不是我的天賦 更加 我說的天賦不是信仰那個 更加不是為了其他東西 而是很公利地為了 你或者他說謀生 或者為了一些就業的資格 等等這些東西 為了家庭的狀況 那仍然有一幫人 亦都只有一幫家庭 條件允許 允許你依然保持真愛 允許你追求一些 自己的興趣或者理想的 那些中產以上 小康以上的富豪未達 或者富豪家庭 才可以給子女去選 讀一些科目 於是有時候 我不是太多的一些教學經驗 告訴我 我的學生 尤其是讀媒體的學生 基本上家庭 就是這些中產以上的家庭 我是未見過一個窮鬼 去讀媒體的 抱歉我這樣說 可能得罪某些人 但是真是的 我讓你讀完那樣東西出來 我先不要說做日後的工作的風險 那樣東西是找不到 或者是不會是一個高薪的收入 那什麼人會找我們做 等於有些人說 哎呀我讀音樂學院 一樣的 你見過哪個窮人家的孩子 除非他七歲已經上台表演 九歲蕭邦二等獎 那些不算 是啊億宗無一 不要說萬宗無一 就是正常家庭 爸爸我想去音樂學院學薯琴 頂 那些 你小時候找不到工作 你想想哪個家的小朋友學薯琴 我認識一個女生 現在教我女兒 彈鋼琴那個 在台北藝術學校 她讀薯琴 一猜都猜到家裡 是一個什麼狀態 起碼不會指 女兒你很出來賺錢 或者你要介注好人家 那你很仙女地留學薯琴 你不會的 你買那塊鬼東西多少錢 那塊鬼東西有什麼東西用 你告訴我 不是啊 錢不是問題 借也借得到 你拿著那塊東西去練 去學 去表演 那塊錢 那塊老師煩 我上個星期就剛剛看了 我在教會那裡 就看到有個小朋友 就在表演薯琴 我們第一個問題就是 他怎麼拿著禮 怎麼拿走 真的很麻煩 所以有個問題就是 現在我們更加多看到年輕一代去讀書 或者到大學的時候 不要說坐中計高中那些就不要說 去選科目或者成功的時候 更多是他們考量的 已經不是自身的興趣或者天分 是更多是按照自己看到的 估計到的未來四年 或者五年之後 賺錢 那樣東西好賺 而去捏一堆頭去讀 所以出現的狀況就是 回應KT的問題 為什麼那堆東西沒有人讀 因為讀那堆東西沒有得搵食 中了 中了 而反過來 這件事就是說 除了那堆東西沒有得搵食之外 有很多行業已經變得很危險 危險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說 法是要讀的東西 包括法律 尤其以前的香港的案例法 現在香港是什麼法 我不知道是領導想法 但是這些東西 現在有 人工智能 我知道KT你認識很多著名的大律師 他們熟讀熟知 還有他們很多助理 打產官司 為什麼收你這麼貴 因為他真的整個床經閣 好像佛子那樣 那些案例他全找了 就是拿破崙還沒死 那時候他都幫你棄出來 你要找多久 你要找多少 你是不是找得全面 嗯 你要找 通宵找10天 都不夠我 在電腦上 撐幾個關鍵詞 然後他就告訴你 那你這樣打 那你去幫我讀 嗯 那你背股詞 那些人就說 有沒有必要背這麼多的股詞詞 那些咖啡詞就變成中文 你說中文沒有用讀的嘛 那是呀 那你股詞好像定到格式 那你無論你怎樣都好 你都創不了什麼新的好詞好句出來 去頂那些七言絕句的 你永遠就只能夠在別人的基礎上 去頂人口水尾 你不會創到新的 你知道我比李伯厲害 那這個沒可能的事 因為他的模式已經放在那裡了 那好了 你說歷史 歷史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因為歷史有很多種 一種就是歷史 一種就是 有些人需要你記住的歷史 嗯 那你是讀哪一種呢 你讀 哎呀 我也不知道 很難把握啊 那搞得不好 說我歷史去無主義 或者什麼會拘捕的 那你讀來幹什麼 讀歷史也讀得這麼危險 你撞死了 那新聞也是 以前新聞是一個記者 什麼天跡啊 什麼古靈精怪的那些東西 現在 全世界只要有手機 有攝像頭 那個就是記者來的 你有多快 你輸完空式分身七十二變 你都是變成七十二件出來 這個世界這麼大 任何一件事 噴 即時就有 總會有的車鏡 有手機 有CCV 有什麼東西都有 記者這件事已經給了很多自媒體 很多東西已經改變了它原有的那個味道 我不敢說取代它的功能 更多的已經是 一件什麼事出來之後 我做個專題 我更深入的分析 或者我要畫空心思去鑽研這件事 作一個專門深入的報導 總結 那不是這麼多人有能力有資源 或者有這樣的機會去做這些東西 那你讀那件事 然後你一看 找不到食物 因為所有的媒體都是裁員 那些老牌的編輯 都可能放進去做記者 他都找不到食物 那我新的去到那裏 我認識鐵樓 我做什麼鬼的東西呢 那沒有東西做 沒有東西做 那你就不用你做 那你就改行 那你又讀過別的樣子 那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隨著這個AI越來越厲害的話 你可以再做的東西 就好像越來越少了 嗯 你再讀的東西就越來越少了 那我們又回到問題 最重要的那件事就是說 第一個讀書為了什麼 這個就是第二個 第二個是不是什麼人都讀得起書 這個也是很殘忍的現實 正等於回到以前 為什麼無論黃飛鴻好 無論誰的熱問好 什麼都好 為什麼收徒弟一定要收一些有錢 因為有人說有錢 打傷人都有錢賠 或者有錢他就懂了武功 都不會胡作非為出去 搶出去之類的 那就不會害人 其實不是的 其實最基本的就是 你練武之人 你是要很多的能量的輸出 你在家裡要吃得飽 剛才那些都是你有的 你家裡手藏腳鎮 腳都軟 扎什麼東西馬 餓到沒有東西吃 那為什麼一定基礎 好了讀書也是 文一樣和文一樣的 你有一定基礎 你讀是可以為了明智 明理而不是為了賺食的話 你就有資格去讀書 也是一樣的 現在隨著AI隨著各方面的行業 慢慢的收縮越來越專業 和行業變化很大 你讀書的選擇 如果是為了找工作的話 可能是越來越窄 更多最基層的家庭 收入最一般的家庭 那些子女 相反他們沒有選擇 還要迫在越來越窄的管道裡面 競爭得越來越大 這些就是我們叫它內卷 而那些從來都不用想 我要讀什麼的 我想讀什麼就讀什麼的 那些相反 它的天地是很灰闊的 只要學校還有那一方 我就想讀 我想讀古生物 就是你現代的生物 那些醫學科技我不讀 我讀古生物 我想看看虎牌裡面那隻 那隻烏鷹那裡 我想抽一些DNA出來 看看是否能夠做到的恐龍 是不賺錢的 這件事我想讀 我想讀甲骨文 不是上市公司那間 是真的以前歸殼那一間 我想是什麼 不是我自己的才華 我的能力 而是我家裡可以讓我想讀 是嗎 嗯 都有很多因為這個資源的提供 有很多這幾年 本來不准業的那些 為什麽他又踢一科 又再碩士 他都不願意出來做事 他說出來 又不找不到自己理想的工作 那個崗位 讀一下 我又不怪這些人 有時有些 我都很多 以前的學生都跟我說過 那些學生越讀越高學力 讀到博士 我都 不是說 我想叫聲他阿sir 那些是否還沒有 比我一萬倍 打電話來問 找不到去做 是正常的 我舉個例子 有些例子大家都想像不到的 例如 有些人說 我讀物流幾年前 那些人說好啊 國內那時候 你不要理他嫌疑疫情 尤其是正前 那物流真的有得做的 是不是 有得讀的 有物流管理 包括物流管理裡面有很多 運輸 倉儲 損路增值 維護 很多專科的 那你要讀那些 那些東西 理論上是OK的 誰知道讀完之後 就算不是疫情 你都找不到 因為你讀的時候 已經是幾年前 你是這個零零 這個喜子 這一年進去讀書的 你讀的書 是那些課本 是因為結合了 五六年前的經驗 而編寫 編寫完教對 然後之後 整完教育大綱搞定了 再印得出來 給你教 其實你現在學的 是五年前的 很快的 五年前已經很快的 OK 你零零這個指標 已經是負五的東西 當你再學四年 再出來的時候 你一出來 是什麼都不懂 因為現在再出來的時候 我們現在所謂物流是 掃控機器人 還有這個不知道 我已經有什麼分解 你讀的和我的無鬼用 更加具體的例子就是 以前曾經有 那些專科是讀Windows的 那些專科是讀Windows的 嗯嗯 讀完之後等於什麼都不懂 那就糟了 那幾年做什麼鬼 現在很多人出來就是說 我以前 那個行業 或者夢想的行業 我掌握那個 行業的所謂專業 是那個行業幾年前的東西 而幾年之後我出來 我面臨的 這個行業沒有了 嗯 還有就落後了 那你叫他們穩食 就變得穩食 不能穩食的 嗯 也不是的 現在其實就是 你要進去那家公司 或者一個行業那裡 從頭學過了 那你就當自己有一個 所謂基本的訓練 好過完全不懂 那就回來一個問題 好像馬斯克那樣 為什麼他說我 選完工從來不看學歷呢 是 就回應KT你這句說話 既然你來我那裡 都是由頭到尾 重新學過的話 那你高中畢業 你知道那個人不太蠢 不太鈍 不太豬 那你都是跟那些 一樣在那裡重新學過的 嗯 你還年輕了幾年 反應快點 嗯 有些天分的 我用不著找那些大學畢業的 可能問題又來了 那我大學還讀不讀 嗯 又問你了 那我讀書為了什麼呢 有一些人 既然都是 這個是永遠都爭不完的 讀書呢 就是不是這麼功利的 為了你明智之後 或者你掌握過學習方式 學習方法 你經歷過人生最寶貴的四年的階段 在那裡結識朋友 或者有很多很多理由 但是這些全部都是 不要說夢想 這些全部都是很美好的一個 你說理想也好 理想主義也好 嗯 只要這件事和現實一打起來 你永遠無法爭辯 因為是兩個不同的平台 嗯 嗯 現在呢 我們其實就面對著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因為香港人可能還未感受得到 就是內地這班這樣的 就是數以千萬計的年輕人 那個失業 或者就業率低這個問題 就其實反映了那個教育 當然經濟或者就業的機會少了 因為經濟下行 但是其實他們學非所用 或者他們早幾年讀那些 去到現在畢業 是真的沒有什麼實際的應用 在工作那方面 所以變成是進不了行 或者那些機構想轉型 想怎樣發展 即使是經濟衰退的時候 都用這班人用不著 這個就是香港人感受不了 因為為什麼 香港人現在突然之間移民走了這麼多人 我們請人好像很難 四圍 由洗碗審 到現在ID公司 到政府 請老師 請EO 請什麼的 好像完全都沒有人 要輸入外勞 第二就是說 還沒畢業 請定你先 無論背後的原因 是什麼都好 我們好像 黃帝女 不休假 另一方面 那些大學 收生 就不足 香港八大 收生 越來越少 要在外面 去海外招生 所以變成我們 不知道將來 那個問題 在哪裡 和嚴重到什麼程度 就是讀書 就業 我沒有一個數據統計 所以我完全以下的論調 都是純感覺 這樣說 就是沒有統計數據 純感覺就是幾樣東西 好像香港那樣 無論香港 因為日本 現在找人都找不到 這麼難 甚至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地方 有很多成功的人士 他們都不是 好像我們 原先 腦海裡面講的 學而自用的 因為我相信 讀書是真的 用來明理的 所以也都相信 那些 老祖宗 那些股份 一理通 八理明 你醒目 你可能是讀 A這個科類的 但是你從事的可能是 B的職業 但是 它未必 不成功 或者未必不好的 只要你不是太專業 我是讀甲骨文的 我現在就做生物工程 那你當然 你都不會 我相信 但是你說 我讀金融的 我現在做的 是工商管理 或者是大堂經理 我覺得沒有問題 是的 有很多都是 有很多都是這樣的 那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其實 找不找到事情去做 嗯 我覺得 經濟 是最重要的 嗯 這是第一個 還有當然 社會結構 你說人口老化 人口老化 更需要 多人做事 對吧 這個是一個基礎 另外就是 大學的多寡的問題 就是大學 你要多少才做對 還有我們需要有多少大學生 就是好像內地那樣 哇大學多餘牛 就是翻封 一個招牌 拆下來十個人 八個都大學生 那大學生就變了 就是表面上看就不值錢 那 這個 我想打斷你一件事 就是因為 我真的不知道大學 就是在內地多餘牛 香港 我們現在叫八大 因為都是政府控制的 現在就有些私立大學 又恆生銀行 叫恆生大學 雙方 以前 那不要計算以前的 就是國民黨 時期下來的 什麼珠海 那些大學 當然現在去了 去了珠海 市 去扮演這間學校 珠海大學 真的回到珠海了 很早在以前 是 是 愛國學校 就是愛台灣 就是 現在很多這些 甚至天主教 都搞過什麼 叫做什麼 明愛 明愛 都轉是做大學 那 台灣是最多大學的 台灣有幾百家大學 私立大學 就多餘牛 但是我以為內地 因為你教育 是一個這麼重要的東西 照的政府 手一定伸去 管制你得很嚴格 不要搞一些大學 有一個很荒謬 有一個很荒謬的事 有一個很荒謬的事 就是 他們認為 我們多大學生 就等於我們文化高了 我們厲害了 那不是的 你多大學生 那些大學生 第一個 學生是容易找的 師資是難找的 你有這樣的教師的質量 你才可以培養到適當的學生 而最難的一件事 我們最不能忍受的 接受不了的 就是文化和歷史 是需要時間這個化學的東西去沉澱 你抹到無心 那些油漆味都還沒乾 你就開波 我們有這麼多大學 那有什麼意義呢 那些老師 則最說的絕大 多數都是垃圾來的 我真是很看不起 很多大學裡面的老師 就是垃圾來的 那你說有些老鬼 那些老鬼還來騙錢的 他一輩子 就是拿著那份教案 由他做實習老師 那時候就教教教教 到退休 都是那份東西頂 你和這個世界接觸一下 行不行 無論是醫學院的 法學院的 那些這麼專業 這麼拿命的東西 都是還停留在那個 這樣的思想 或者年代 而最多的時間 就去研究些什麼課題 不是課題的內容 是研究我要做些什麼課題 拿錢 我要領個課題 才有錢拿 就是那些心思心純 然後就研究怎樣去競桿 競爭上桿 保住那個位 怎樣去做些假論文出來 哪有這麼多論文 如果真的好像國內這麼多論文 我們每天無千無萬論文的話 這個國家應該是先進到 或者發達到 或者是厲害到什麼水平 是吧 你明知道 你找個砰砰砰 都知道是假的 他就是要做這麼多這些鬼東西出來 原因就是 底下那些人 請個保安都要把線拉到大學畢業 你不大學畢業就好像 連工作的資格都沒有 所以我們就出現了很多所謂的學歷歧視 學歷浪費這些東西 很多東西是不需要那種學歷的 那為什麼日本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第一個它沒有學歷歧視 第二個它的行業是 大家做哪一個行業 它真的沒有行業歧視 而且它相對尊重 就是你是一個很出色的徐師 我真是 谷世公很榮幸 可以吃到你煮的那一頓 當然我是要付錢的 但是我也會有禮貌 那你想做這件事 你有這樣的興趣 你不是讀那些專門職 就是我們叫職業技術學校 或者職業技術學院 專償那些 有這些專償那些 你讀那些 我們現在選學科很多時候 為什麼這麼多人讀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有什麼 不知道 反正是什麼都可以做得下的 拿出去好像是有些用話題 那些 有讀過 什麼都不懂 是 有什麼東西用 還有有些學科 它只能夠是 是先做事再讀的 有些學科是先讀一半 做完東西 不是 做緊的再讀一半 這個是我提議的 有些什麼學科是先做事再讀的 財務 你問過所有專業做財務那些東西 你在本書裡 每個字都懂得 一句都不明白 因為你還沒做過一盆帳 你真的還沒拿過一盆帳 來做 你是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那最好是怎樣 最好是你什麼都不懂 你懂得 我完全不知道 現在 香港 不知道你走之前有沒有感覺 就開始說 鼓勵一些香港學生 回內地升學 當然去到北大清華 最好 但是很難的 然後 不要緊 大間區也好 真的 我們經常都以為 回內地當然會選好一些學校 當然內地來的那些學生 選擇香港大學 中文大學 那些理所當然 他們是尖指 但是香港回去讀的那些 就多數不是尖指 坦白說 就是容易升學 就是可以選擇內地 可以選台灣 可以什麼 如果可以的話 留在香港當然最好 因為又便宜又正 讀到最好的 但是如果回內地升學 就反而要求的層次 或者目標就高一些 游不到北大清華也好 都要復旦 交通 但是其實 內地是不是真的很多 類似私立大學的水準 不一 而是不受管制的 我又不敢說學會 或者什麼 但是那個水準 每課愈下的 就是越北也好 越非官方的學校也好 什麼都 是不是要很小心選擇的呢 回內地升學都 如果你的水準不夠好的話 那你說內地 就是 無論內地來香港讀書 還是香港回內地讀書 那我以前是鼓勵一些內地生 過來香港讀書的 但是慢慢慢慢 我覺得 我是不是很建議做這些 那麼危險的事情 因為如果內地的學生來到香港讀書 讀完之後回去內地 你基本上現在是找不到工作去做的 除非私人單位 就是如果不是的話 你想考一個公務員 或者做什麼 他覺得你曾經境外就讀 我不要 就是已經 現在讀書和就業已經不單純 就是好像我們以前那樣 想讀書和就業 還有 香港學生回內地讀書 我又覺得 不是太鼓勵的原因是 因為你要讀的那些 書的基礎是 包括裡面的 什麼政治品德 思想品德 那些 你之前是 我當你接受 但是你還是沒有讀過的 嗯 你總是有差距的 嗯 有些危險的 甚至你讀過的東西 或者你知道的東西 和你要寫出來的東西 不是一樣東西的時候 可以選擇的話 你未必一定要回去讀 嗯 還有現在內地讀書 為什麼有很多學科會務 好像歷史 我剛才說過 有些歷史 我說出來會很牙煙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說的 嗯 那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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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你是很尷尬的讀不完的 因為有些科目 包括你讀設計 啊 讀廣告設計 讀什麼 很多資料 有很多東西 你是要在境外獲得的 嗯 我就是 那在內地 做僑生 我考一間好聽的 我將來出過加分 或者怎樣 那如果你只不過是一個這樣的思想的話 那我又覺得 嗯 OK的 你拿這套福利制度 正等於 嗯 我們現在 這個不是我辦公桌 這個我女 是每間房 就是我們 我抬頭都會 會有一疊資料 就是 每年都會更新的 就是 你譬如你 不要說移民 如果移民 無論美國好 哪裏都好 他們都有計分的 那有些學校 有些科 是可以有分的 有些是十分 有些是五分 有些是二十分 那你說 我要 我要找些知名學校畢業的 那OK 那你如果 港大中大 那當然是 第一頁 中間編下 就這兩間 現在科大都有 OK 我記得的 那你說清華北大 那第二頁頭 第一頁尾 都是有的 OK 那你說 我讀嶺南 或者我讀成大 那就是 那不好意思 這本島 極緣都不會 不會有的 那我要加分 那你真是 用僑生的關係 你回去讀 什麼清華北大 或者那一頓 是有的 你更加復旦 什麼都好 那你就讀 你不要管裡面的內容 你只是為了那幾年時間 去那裡喝好 吃好 什麼好 你再捱 捱一張沙子出來 OK 然後你走路 OK 那這個是可以的 那你說 我想去讀什麼 真實一點的東西 那 唉 我不敢說沒有 就是這句 跟你去寺廟 一樣 就是講緣分 施主 是吧 有緣分 撞對的 你讀到的 那就有 只是這樣 我不是太鼓勵 因為很麻煩 嗯 好 那這個時候先休息一下 轉頭回來 繼續延伸 我們這個 究竟 讀書和做事 現在這個關係上 我們應該怎樣選取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出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連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